這個有水嗎 還有香氣嗎 每一個農民都是研究師 病理學他也懂 土壤學他也懂 台灣的競爭力到底在哪裡 這就是競爭力啊 但是台灣的市場最小 那怎麼樣讓這個市場做大 生產跟銷售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是看好台灣農業的 只要它變成一個企業化 一個組織化 我相信台灣的農業一定走得出去 沒錯